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希望经过媒体 让我儿子跟媳妇讨一个公道 因为一条人命也没有办法换回两条命 我不希望检察官法官 以后又看到说这个还年轻 还有叫话的可疑 只是如果进去又出来 又害了更多人 我不希望大家以后跟我一样 有这种憾事在发生 在其他人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检察官法官能够判他死刑 因为事情还不够 应该出来讲一下话 到现在都没出来 他不甘啊 因为他很疼他老婆 把他老婆先走了 他很不甘愿 他希望他还能起来 做一些事情 他们打算买了房子之后 稳定下来 准备要生小孩 结果被这个刑犯 打破了这个两个人 很好的前程 跟美梦